HELLO 大家好,我是Chester 今次就和大家分享如何駕駛到澳門 港珠澳大橋在10月已經通車 我們現在可以和運輸署申請一個封閉道路許可證 駕駛到澳門,然後駕駛到澳門 首先要在運輸署網站登記 然後給540元一年,這張證是一年有效的 14個工作天之後,你就會收到一張橙色封閉道路許可證 這張許可證只是讓你去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口岸連接橋 不可以去大嶼山或者其他封閉道路 另外會有兩張白色行車子,就是讓你進入澳門的停車場 沿著北大嶼山高速公路駕駛,一路就會找到澳門及珠海的名牌 進入這條路後,不要駕駛太快,這裡只是行速80 有兩個定位行速攝影機 走三分鐘後,便會到達香港的口岸 香港海關是非常快的,因為有很多服務口 也沒有車牌 今天只需要兩分鐘便完成清關手續 離開了香港口岸後,我們一直駕駛 兩邊都有貼絲網 因為你已經離開了香港的範圍 有一段路比較特別 我們在右邊看到整個機場的停機停和跑道 駕駛時感覺就像在機場的跑道上走的一樣 風景非常漂亮 而這段路去到內地的接口有很多快速相機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超速 香港的這段路段還算是猶太駕駛 而去到中國接口的時候,快線就會在我們的左邊 而對頭車都會在左邊而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離開了人工島後,便開始港珠澳大橋的路段 這條橋是非常長的,長達50公里連海底隧道 是世界最長的跨海大橋 而這條海隧道長6.2公里 我們走3分50秒便可以走完這條跨海隧道 雖然這個跨海隧道有6.2公里 但也未是世界最長的跨海隧道 最長的跨海隧道依然是東京灣那一條 今天雖然是星期六,但我們走完整個港珠澳大橋 除了巴士之外,私家車的數目 我們眼見真的不超過10架 使用率到現在都是非常低的 港珠澳大橋在內地這一段 是有區間測速的,所以大家都沒有超速 它的限速是時速100公里 到達收費停後,它的限速會逐漸降低 由80,60,40公里 港珠澳大橋,然後到達收費站 收費站是收費150元人民幣 除了付現金之外,可以付信用卡 甚至支付寶,都可以 過完收費站後,就要靠左行 因為左邊就是澳門口岸 右邊就是珠海口岸 我們去之前就要在澳門網站 預約了泊車位 雖然因為現在的使用率很低 就算你不預約都可以泊車 不過你去到時就用現金支付了 所以最好就是網上預約了 用信用卡給停車場的費用 接下來澳門賽車,我都會泊在這裡 所以我預約了四天半的時間 收費是1260元 這個停車場分很多區和層 最近出關口就是B區 B區拍完車後,坐電梯一上 就是入境大堂 這個入境大堂服務站很多 但是人流很少 我們只經過三分鐘就完成出關了 然後就直接上的士入澳門 出關後,大把的士等你上車入澳門市區 入澳門市區只需要幾分鐘的時間 今天我們去到澳門 除了看賽車外 去吃一間日本人廚師打理的午餐定食 這間餐廳就位於雀仔園 然後我們就乘回的士去港珠的口岸 途中也經過賽車的路段 下的士後就直接可以入到入境大堂 非常之近,只走幾步路 下車後,轉個彎已經可以出境了 幾步路 超級方便 用了3分50秒就完成過關的手續了 然後再走三分鐘 我們就去停車場拿回車 這個停車場除了少人之外 廁所是特別多的 所以你心急要去洗手間的話 不一定要在入境大堂去 還可以在停車場找洗手間 今天我們出發回香港的時間是6點 剛剛上車離開 然後再到一次收費站 要再給一百五十元人民幣 橋輝 然後就有一段很漫長的路段 這幾十公里是限速100公里 還有區間測速的 所以我就選擇了用定速巡航 就由它走 走中線 如果幾個人聊天聽著歌 其實也很快就通過了 到達香港關口的時間是6點29分 即是不需要三十分鐘 就去到香港關口了 回頭的時候 都會進入一次跨海隧道 這個跨海隧道是6.2公里 我們計算過時之後 其實這條跨海隧道 只需要三分五十秒就可以完成 晚上這條路都算差得舒服 因為沿途都是用白色LED燈照明 所以走得很舒服 回到香港就會看到黃光了 去到香港後 清關需要有入境署 衛生署和河關去檢查 其實都是兩三分鐘的事 過了這個關口之後 就會連接北大嶼山 東沖和滴蛇之間的路段 然後走回北大嶼山高速公路 就可以回到家了 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大家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下次再見 拜拜